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天都在打扫卫生 然后包括浴室 洗发水的瓶子上面是几天就会有水渍 然后会都把这些瓶子都刷一遍 那是洁癖啊 洁癖 整理癖都有的 你结婚了吗 结婚了 那你老公不是很痛吗 他还好 现在已经习惯了 一般来说追求完美的人也特别喜欢每天都有新鲜感 你是这样的吗 我不太喜欢一成不变比较枯燥乏味的生活 我都是在用我自己的努力 然后希望就是能让生活有一些美感 然后做一些提升生活质量 然后提升仪式感的这样的一些事 跟我们来说说 你怎么保持你跟你老公之间的新鲜感 就比如说 我每天差不多都是做一道特别精美 然后好吃的菜 然后都是特别认真准备的 就你怎么有新鲜感呀 我没听明白呀 我还真是不明白 什么叫新鲜感 新鲜感 什么叫新鲜感 新鲜感不是和新的人去体验旧的事物 而是和旧人去体验新的事物 明白吗 你分享一个你认为很新鲜 给你带来很多新鲜感的事情 然后给段总他就明白了 就是跟我老公每天都在接触一些 新鲜的事物新鲜的东西 然后每天都在互相介绍自己 比如说在工作 然后单位中发生的一些事情 然后还有每天学到的东西 然后这些都是能促进两个人感情 然后增添两个人的新鲜感的事 我觉得有新鲜感没激情 不太好玩 或者你没有说出来 好 段东 说说你的激情 比如说每天 你今年多大 你今年多大 我今年大概20岁 左右吧 好 以你这个50多岁的高龄 你怎么保持激情 每天打电话约会 约会说 我们今天约会要 是不是要买个鲜花呀 买花要用 你要商量的吗 这么激情吗 对啊 难道不可以吗 对啊 你这是50年代的激情 你都不知道 我们这样好不好 好 段东 请你站起来 请你面对着你的镜头 对你的爱人说一段 你认为你这个20岁年纪 最有激情的话 我们一起去旅游吧 旅游吧 旅游吧 旅游的爱意 而没有丝毫的克制 那叫激情 这种激情通常来说 他不会说给别人听的 怎么可能在舞台上说出来呢 所以你问人家这个问题 人家是没有办法回答的 我们就不打产了 我们回到求职者身上来啊 王恒波 现在没有那么紧张了吧 现在还好一些了 我在你的简历上看到一个非常大的亮点 你做过29家公司的税务工作是吗 是那个负责集团下属23家门店 然后以及8家有限责任公司的纳税申报 所以你这个是一个集团是吗 对 是集团性质 你只是负责税务申报 不只是税务申报 然后还负责出纳资金管理 应收应付费用资产 这些财务模块的一个审核工作 好 那跟你前面这个话题正好能结合上 你不喜欢新鲜感吗 然后你做这么多家公司 同样的税务申报啊这些事 其实没有太多新鲜感 而且他的工作还有一个任务 需要回家就跟他的先生分享 然后增加新鲜感 所以如何实现这个功能呢 你这个怎么平衡啊 是这样的 我特别擅长从反复的固定的工作中 然后总结出来一套流程标准的东西 然后我总是在不断地想 怎样能优化我的工作内容 然后这样是我创造新鲜感的一个表现 就是能更提高我的工作效率 然后提高工作质量 问一下王恒波 您说 你现在好像还是有些紧张 是 还是有一点紧张 看得出来你在生活当中是一个有工作方法 而且极为克制自己的人 是吗 是 像你这样一个人离开一个集团公司 然后又来到非你莫属求职 你所想象的是 你想去一家大概什么规模的企业呢 我主要是看工作地点 我就认为在座的这些企业 我都是比较想去的 工作地点你想去哪里 工作地点在简历上面我有写 期望地点是天津 你要求薪资多少 希望的薪资是6K到8K之间 让我对薪资没有特别固定的要求 主要是看我能为企业带来什么样的价值 第一轮选择去货流 还剩两盏 我想问一下几位企业家灭灯的原因 因为这姑娘还其实挺优秀的 灭灯的原因谁愿意说一下呢 我灭灯的理由是因为我们现在财务人员是够的 就没有岗位 但是我刚才看她这个简历里面写的 还是挺清楚的 包括她过往的工作经历 她现在可能就是太紧张 我刚才特别想跟涂老师说 就是那个让她有新鲜感的人 其实是在现场的 是不是要请她给她打打气 让她别那么紧张 她先生来了是吧 对 那个有新鲜感的男人在呢 恒波回头看她一眼 你太紧张 来 请你做自我介绍 涂老师好 各位企业家老师好 蒙姐好 我是王恒波的对象 叫刘璐 你好 你这样呗 你给你的妻子打打气 让她放松一下 你是给她唱首歌 还是跳个舞呢 这个 这个有点 我就是跟各位老板说一下 我对象的一个情况吧 这位丈夫啊 其实你这样说呢 并不能让她放松 我是要让你给她放松一下 你看看用个什么样的方式 她俩站的大概 我们这边看大概隔出两米 你是亲她一下呢 搂她一下呢 还是来个深情的吻呢 亲一下 哎 哇 还可以 好 放松一点了没有 放松一点了没有 我完全没看出她有什么放松感 感觉更紧张 我们倒觉得老公的这个性格 挺适合公司的 你是95年的对吧 我是95年的 对吧 那你现在也就是25岁吧 对25岁 可是你现在那个表现呢 就在变成35岁了 增龄了 是吗 你是不是应该回到你25岁的活力啊 老师我想跟您解释一下 就是在我来录制节目的前几天 然后我参加过两个线下面试 然后分别的面试时间和老板 boss的交谈是两个半小时和一个半小时 全程我的表现都挺好的 然后挺自然的 可能今天我是真的是第一次参加这么大型的节目 然后也第一次面对摄像头 我有一些紧张 然后我很不好意思 你要这样想这是天津卫视嘛 你是天津人嘛 都住在自己家面试 你有什么好紧张的呢 放松一点啊 接下来我们进入天生我有才 来恒博 天生我有才给我们准备了什么才艺 在各位企业家的那个桌子上 要有一份我准备的资料 这份资料包含了我过去工作中的一些工作成果 然后还有我对财务的一些认识 好 那个请哪位企业家说一下 看了这份这个纸质的这个资料之后 想说什么 我看 其实我拿到这份资料的时候啊 就看了很久恒博这个资料 然后你真的很善于思考和总结 但是透过我十年的创业经历 我发现想的多的人呢 一般执行力都会比较弱 然后我发现你身上有一个特别优秀的啊 这个闪光点叫做你可以发现问题 但是我好像觉得你解决问题的这个能力稍微弱了一点 第一我还是要鼓励一下 其实这份东西以一个四年工作经验的人 能写到这个程度我认为很不错 不光是自己有在思考 其实还是有可行性的 就是落地层面不是大的问题 而且以你这种有一点点洁癖的这种个性 通常是愿意干事的 我提醒其实各位企业家要注意的是什么 就是我们经常容易被长篇大论所误导 制度里面最关键的是简明额要 他犯了所有应接毕业生犯的问题 就是你给我出个方案我从网上搜 我给你写成一百页我都可以写出来 但是在执行上面难于操作难于执行 其实是让公司的效率变得极其低下 但是老段啊这个我不太同意啊 因为我现在有时候也怕那种PPT式的报告 就看上去什么都写了几个标题 那种才叫可执行层面就特别差 我觉得它的这一部分 总体在一个执行人员的这个能力范围内 但是我们要注意它应骗的岗位是什么 是财务分析的岗位 财务分析的目的是什么 是让你做财务决策 而不是讲一堆道理 但是不够能帮你做决策 不不老段我得打断一下 管理制度不是用来做决策的 管理制度是用来执行的 决策你可能有一份分析报告 告诉说老板你看最近我要关注 财务上要关注哪些点哪些点 但是我们要把 管理制度是一份制度是让全公司执行的 你说的没错 它需要有细节 你说的我同意 但是它应骗的是财务分析的岗位 那么同样财务分析的岗位 是用于把管理制度跟管理决策 结合起来的东西 不是把整个财务制度放在上面 老段我觉得是这样 你说的有一部分我同意 但你提的要求已经到了财务总监 或者CFO那个层面 就是他给公司管理层提供一份决策依据 那部分我觉得他一直把我打得不到 请两位暂时停止一下 我想问一下横波 这两位男士一直在为你的那份纸质的报告争论 你有什么要回应的吗 我想解释的就是这份纸质的报告里面 有我对财务的认识 还有我的工作成果 刚才两位老师说的那个财务制度 是我在第一份工作中是为了提高公司的效率 然后规范大家的工作内容 然后编制了两页纸的财务管理制度 这个是确实起到了良好的效果的 我现在给你一个机会 现在你可以反过来问他们问题 你可以选择两家 你最想去的 我想问问段东段总 就是您所了解的一个财务人员 然后他的比较好的一个职业发展方向是什么样的 然后以及就是您针对我个人的一个情况 然后想让您给我提出一些财务人员的规划建议 横波我觉得你整场最好的问题就是这个问题 财务人员有记住八个字 就是数据说话 借力打力 什么叫数据说话 你接触大量的财务数据 数据里边说明问题 你又注重细节 所以说你要从这数字数字里边看出问题所在 借力打力就是你给上级提出建议的时候 是用数据来证明你的观点是对的 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给你的建议 好的 第二轮选择请大家再做出判断 去活流 我想问一个问题 为什么提问的机会你没有留给给你留灯的人 是这样的 我之前有思考过 我觉得可能在场的贵老师招聘财务岗位的比较少 上台之前 我知道那个段总是资深的 过去是资深的HR 然后我想问问 因为段总有丰富的这个工作经验 还有见了很多财务的人员 然后想让段总给我提一些建议 关于财务人员的职业规划 所以其实你在那个提问的阶段就已经放弃了 对吧 所以那个时候是早咨询的那个心态 但是我跟你说 偏偏我在天津有好几家公司 而偏偏我在天津还缺财物 比比多浪费的 而且我偏偏还挺爱培养年轻人的 那徐磊我问你 你刚才变得是因为没向你提问吗 还是说 我觉得他没有想清楚 你也没给他引导 对不对 因为我没有机会跟他再交流了 而且磊哥全场都在帮他 我一直在挺他 他一直 而且我也一直在欣赏他的优点 替他说句话 谁知道你也没说你在天津有好 我是说他在那个舞台上 在那个阶段应该把握机会 因为咨询这个事有很多机会吧 我比较理解徐磊说的 其实说句实在话 今天彭波并没有极大的为自己争取 一直陷入在紧张当中 所以这是今天你面试当中 最被动的一部分 好 没有关系 如果你就是希望在家门口工作的话 那就去多多地进行线下的面试吧 好不好 谢谢你 再见 好的 谢谢图磊老师 夏拙多磊老师 再见 谢谢你们